所有的函数 所以我像我们刚刚那个mid函数 if函数 或者是说文字里面的函数 像这里面的话 假如插入函数里面的文字类的函数 从头到尾有这么多个 OK那其实建议这边的函数 如果你不见得有用到 如果我建议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这边里面每一个函数呢 它底下呢都会有一个说明 告诉你说这个函数呢 它是主要的用途是做什么 然后该怎么去使用它 底下都有相关说明 那其实有时间的话 可以稍微 把这些 说明稍微看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其实花一点时间把它整理一下 也不错 因为其实这就是 彻底学习 那个Esser函数的一个 我想就是 最算 算基本的方法 那比如说里面假设 像我们刚刚这一题 我们刚刚有用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在这边 的E加上什么 加上前后双语号 那就 就是正确了 但是如果说假如 如果我今天呢 我希望考考各位 如果我今天呢 我后面这个E 我 还是用数字 我不改后面 因为有的时候 可能刚好你 来源资料 刚好它就为数字 变后面不能改 它就是一定给你的数字 那变成怎么样 你只能改前面 那问题来了 你这个里面 它用密的切割 回来的资料 就一定会是什么 因为密的是文字类函数 所以它切割完之后 一定会给你这样的E 那怎么办呢 如果你 后面不能改 那你只改前面就好了 有没有办法拔什么 如果我希望把文字1 改变成 数字1的话 里面有没有提供某一个函数 可以帮我转换 对不对 转换函数 有没有 所以 其实呢 如果说 如果你熟悉啦 所以我跟各位讲过 就是说 如果你假设啦 平常有 特别注意文字类里面的一个函数 它其实里面底下有个功能就跟你讲说 它可以帮你把 本来里面是文字 帮你转换成数字 那在哪里呢 那你想说 你一个慢慢看 跟各位讲 它刚好就在这里面的最后一个 就这个 value 有没有 将文字资料 转换成数字资料 有没有 所以如果像刚刚这个 公式 如果后面的1我不改 还是数字 我要改前面的话 很简单 就怎么样做呢 你直接 把这个公式里面 后面的双引号拿掉 那刚刚 结果是错 你要变对的话 很简单 直接在这个等号前面 在这个公式外面 包一个value就可以了 也就是打一个value 前刮壶 后刮壶 跟那个int刚刚的做法一样 OK所以 我习惯这样 就是在前面这边加个value 你就打那个 value 前刮壶 到后刮壶就在等号 等号前面这边 后刮壶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 不过你会发现 这边会马上变true 本来是false false就不一样 true就变一样 但如果没有加 你就false 加了 所以特别说 就是在这个 外面包一个value 把它包起来 他这个value的 作用 主要就是 他这个value的作用就是把 原来这个是文字1 加了value之后呢 他就帮你变成 数字1 然后再跟后面的相比 叫一下 两个就match OK 这样也OK 所以特别注意 也就是说 当然解决问题的方法 不是单一个 那你主要是要了解 文字跟数字的差异 OK 不过把它向上填满 结果也是OK的 一样的 虽然补重一下 多讲一个value 这个value的 函数 我觉得还蛮重要 因为很多人 搞不清楚 怎么样把文字资料转换成数字资料 加一个value就可以了 OK 那另外还有一题 left 这也许你们可以试试看 如果我今天需要有个栏位 报表里面 我就是不要直接称他的名字 这样感觉没礼貌 直接称呼他 呃 叫 什么 什么 吴的话 你就把他的名 他的姓抓过来 后面呢 就根据他的姓别 给他先生或小姐 诶 有没有 所以其实 这个称呼也是从这一栏 抓什么 第一个字 从这一栏 做逻辑判断 如果他是男 就给他先生 反之就给小姐 啊所以这边出现的就是吴先生 这边就是张小姐 马先生 有没有 意思类推 但这边不是叫你土法链钢 如果你土法链钢 真的就麻烦了 所以怎么做 OK 当然最好是什么 如果还可以 所在城市 你可以在这边 台北的吴先生 如果要这个栏位的话 台中的张小姐 是 如果你报表里面 刚好就是需要这个栏位 那你要先把它变出来 如果没有这个栏位的话 你的报表里面 就不是我要的 不是老板要的 所以这部分怎么做 第一个 一样是什么 插入函数 先把他的姓名的第1个字 所以文字类里面有个什么 顾名是一码 左边的 有几个 两个条件 文字给他 第1个条件 刚刚也看过 几个字的意思 1个字 5出来了 可是先生或小姐怎么办 这边的话 你可能用and的符号 串接 and什么 and先生 可是问题 and会 有两个可能 1个是先生 1个是小姐 2选1的话 这个时候 特别注意 你可能要需要 请你在这个后面将要以佛逻辑判断 这个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最后 最后也许是先 吴先生 张小姐之类 最后也许 如果你做完 台北的 台北的 吴先生之类的 如果把这三个栏位 变成 串成一个栏位的话 这要怎么做 所以其实工作里面 很多的问题 都在解决什么 解决 如果那个栏位不存在 你就要想办法把它变出来 这样子才有办法 产生你要的 报表的那个栏位 所以你现在想说 那我干嘛做 其实就是你要做报表之前 你就是要 有那个栏位 如果没有那个栏位 你就是没办法做出你要的报表 其实就是 这样 这么一回事 所以常常遇到 用什么方式 可以把资料做切割 切出你要的 或者把 几个栏位 合并成一个 所以其实我们 如果你都可以快速的 把你要的那个栏位产生 我想你做报表 应该就很快速了 两下就OK了 甚至你可以再配合 枢纽分析表 来把资料位给枢纽分析表 他也可以快速的帮你把 你要的这个图表跟报表 可以快速的产生 这样的话 你将来要做 后续的这种事情 也会相对的比较简单 或者是说你要做一个判断 至少有报表 你要做一些 将来 哪个产品 你要多增加一些生产线 或者是 推哪个产品为主 其实也比较有一个依据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也许先试试看 待会再来看这部分 我们来解这一题 比如说 例如我现在已经先抓到那个 就是 吴这个字 但是先生怎么加呢 你and之后 后面要加先生或小姐 先生或小姐怎么做 先加个and符号 这个一定要 串结 两个函数的资料要串在一起 中间一定要加这个符号 加and符号 如果没有加这个没办法串 然后面加一个什么 逻辑判断 如果 如果 特别主要 如果你后面要再加一个 if的话 请注意 前面有个下拉清单 刚刚有用过的这个if 你把它点一下 他会把这个if 帮你放到and的后面 有没有 and的后面之后的话 他会再跳出这个视窗 让你把相关的 这个里面 函数需要的这参数填完 我要什么 无 先生或 所以逻辑 所以他问你的逻辑是什么 如果 这个除存格 里面的资料等于男的话 等于 男 男的话记得前后要加双以后 然后你就把这个里面的资料把它填上来男 ok 如果是男生的话 那这边的话就是先生 你就帮我输出先生 这两个字 反之的话就小姐 小姐 ok 不过你会发现 前后双引号 我是没有打 不过因为if蛮贴心的 会自动帮你补 当然你要自己打ok 但是一定要打就对了 你不打不行 如果没有打前后双引号 他会认为是非法 就是不是正确的 ok 如果这个除存格是男生的话 那就帮我串接一个先生 到这边and后面 反之就是小姐 所以你会发现and后面 这是二选一的意思 条件就是这个 如果这个 那我们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 吴先生 那向下填满的话 因为下面这个是女 所以他就变成小姐 一直在推 全部都ok了 当然 你想说老师 那如果是台北的 吴先生怎么做 很简单 就是在串 这个点到vax前面 然后再点一下 台北 然后记得 串接的要加什么 加and 有没有 那个除存格里面的东西 再串 再串后面的东西 一定要and 这个固定规则 打个勾一下 台北 吴先生 那你想说老师 得 这样比较 看起来好像比较 完整 那怎么办 记得 在这个后面加一个 加一个得 这个字 但是注意 一样 要串接 所以and 然后呢 双引号双引号 再把得 打在这里面 这样子才ok 对 这个固定规则 有些栏位就是这样产生的 也就是说如果有些栏位不存在 你要把它变出来的话 反正就是这样把它串出来 台北的吴先生 台中的张小姐 有没有 就全部就ok了 不然的话有些时候 像那个 你要合并列印 比如说哪一些 你要先 合并列印 之前你要先产生对应的 那个栏位资料 那你就要先用这种方法把它变出来 ok 所以第1个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 前面主要铺层 主要让各位了解什么 了解那个 插入函数里面 的文字 当然文字函数 不是只有刚刚讲这些 还有更多 只是说呢 我们现在还没用到 所以其他如果用到的话 你要至少要知道该怎么用 这我觉得才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这一类 那利用这一类的函数 我要解决 这个问题 里面的话用REP教育 该怎么做 想想看 画面先再还给各位一下 ok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函数的使用 可以渐进的 也许我们今天 先讲文字这一类的 文字这一类里面呢 用的比较多的 就是像 MID MID 或者是LEN REPT 这种 那另外如果 其他比较少用 你也许 也许现在还没用到 但是呢 你也不要 都不知道 最好有时间的话 可以稍微 把那个每个函数 到底他是做什么用途 也许可以 找一个笔记本 你自己再把它做个功课 这个我觉得 至少可以让你 将来用到 可以 把他这些函数拿来试试看 也许 就可以 帮你解决 某一些问题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那个 LAPT 这个部分 也许最后做出来 我这边本来是 吴先生 张晓 我只是延伸 台北的 台北的 这边特别注意 一定要加AND符号 这个符号呢 做错 一个地方都不行 而且 AND符号 记得 除存格跟文字之间要串 加一个AND 那 文字跟公式 跟那个 后面用的函数 也是要加一个AND符号 也就是如果你没有AND 那这个公式 就会 无法 做输出 OK 这个部分 请各位试一下